不過敏寬今天也有到這個抗爭的現場 你感受到氛圍如何 但是從財經專家的角度來看 這一次爭議法案通過你說事情大條了 因為這個很多外資 現在可能要被嚇跑了 尤其是這個台灣最大的這個投資國 荷蘭 荷蘭也要抽腿了 有這麼嚴重喔 今天早上下大雨 所以現場的狀況是人沒那麼多 下午的話雨就停了 雨就停了天氣涼涼的 非常適合所謂的公民運動 現場我去看人山人海 包括了濟南路的一個主場 包括了一個中山南路的一個主場 滿滿的都是人 那我個人的認為那不是一個黨可以動員來的 因為來的人各式各樣 我就舉個例子 沒有一個活動會有那種七十幾歲的老伯伯 跟十幾歲的小孩同時出現 然後七十幾歲的伯伯慢慢的走進來的時候 那個小孩本來坐在板凳上面 他會起來讓座 他會起來讓座 現場非常的一個乾淨 他把自己當自己阿公 波沙真阿公好嗎 然後但是我們要確定一件事情就是說 這件事情呢 這是一個所謂的公民的一個活動 任何的一個公民活動一定有一個主視覺 一定有一個主角在 那這次的主角呢先跟各位說 這次的主角應該就是黃國昌了 我們來看喔 現場來看的話呢 我們這個我們這個都沒有任何作弊 有就現場拍下來 就你去拍的是不是 對對對就完全都現場的 我們來看主視覺 現在黃國昌真的是仇恨值最高喔 想不到現在是一代的戰神人人喊倒 我們來看這個旁邊最旁邊這邊 我這個圖真的是做得非常的一個漂亮 而且他非常鄙視的是放在廁所的旁邊 就流動廁所的旁邊 那是什麼那裡 這個位置就是在流動廁所 對很像靈堂的位置 然後旁邊就是 旁邊就是無路用的一個巴西 然後他們後面還有謝國良 好我們一折一折再說下去喔 好那現場呢就有很多人就寫這個布條 這個布條是空白的 你就可以寫字 寫寫之後有點像是去神社 寫完之後像許願一樣 所以我們來看喔 旁邊就很多人就寫寫寫 然後掛在這個鐵欄杆上面 我就掛在這個鐵欄杆上面 可是我們說這個一定是一個公民活動就是 現場有很多人 連我這種五十幾歲的人很多字 我看不懂啊 我們現在看喔 然後旁邊還有個類似那種卡通那個 他說連哀人的我都來了 這句話我看不懂 所以我打電話去問我女兒 我女兒就說 這個就是十六項性格啊 哀人就是內向的 什麼意思呢 我很內向 可是你們都把我給逼出來了 然後最後面才有一個同樣一個娃娃 他上面寫什麼呢 他說這個是讓黃國昌閉嘴的魔法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呢 垃圾就要丟到垃圾桶去 那那個垃圾請各位注意喔 那個垃圾也是黃國昌 所以完全我認為這是一個純公民的活動 為什麼呢 因為現場各式各樣的標語 很多奇奇怪怪的 都是年輕人做的 為什麼呢 我們老人家去我們真的看不懂啊 但老人家去這個我們真的看得懂了 很多人就說有沒有食物 各位還真的有 我們來看喔 現場包括了物資包括了宣傳品 包括了很多人小草都到現場來吃飯喔 但我先跟各位說喔 那個現場的管理是非常非常好的 他就是單進單出 單迴旋 你進去了就要出來就出去了喔 他就單迴旋你就進會場裡面 然後裡面呢包括了吃的東西 包括了甜點 包括了水 包括了熱食 老人家如果真的累了 還有一個地方可以休息一下 當然不是說太好的地方 就一個樹下 旁邊有警察 然後就一群人圍住這樣子 讓你安安靜靜在那個地方休息喔 好我要談論重點喔 剛才各位的先進都談得非常非常好喔 但下午的話 行事比人強 他們的人數就真的是比較多 所以目前的話呢就是 聽證會無正當理由缺席的話 罰10萬 然後現在呢國會的一個調查權 擴及機關及所謂的一個部隊 這個也都函數都已經通過了喔 然後簡單的說喔 這次就是擴權 藐視國會反執詢跟執權行使法 簡單的說就是立法委員把他們的執權 給拉高了 可是給拉高的過程當中 我要跟各位談幾件恐怖的事情喔 什麼叫恐怖的事情呢 我們目前這些立委們 他們的整個所謂的形象 品格真的是那麼高嗎 我講一些實務給各位聽喔 現在好立法院這麼大 對不對 他又可以藐視國會 他又可以所謂的國會的一個擴權 我就問各位一個最簡單的 立院如果你有立院的朋友 可不可以來查水表 什麼叫查水表最簡單的股權之爭 今天這個公司呢可能本身的體質還不錯 或者是本身被人家體質不錯被人家玩壞了 所以這時候有公司派有市場派大家出來要搶股權 大家出來搶股權的時候剛好 一邊有立委的一個朋友 他可不可以說 對啊這件事情有關大眾是意義啊 我因為我朋友的一個拜託我 好我看到這個地方有大眾的一個利益 我把那個人叫來問 各位叫來問股權之爭這第一件事情喔 再來更簡單的家庭分產 這幾年多少的家庭分產 很多嘛我們都聽過很多例子我也不舉例 好今天家庭分產有哥哥有姐姐有弟弟有妹妹 就這麼剛好 對不對我今天跟我的學長 蓮煌兄一起在做增產的動作假設 然後蓮煌兄呢他就比較厲害 他認識一個比較強的一個立委 這個立委說你們這家公司有兩三千個員工 這個有關大眾的一個示意 所以這個時候他又把手給伸進來 各位這有可能嗎 我先跟各位說喔百分之百一定發生為什麼過去三屆的立委每次都有 最後要跟各位講個最可怕的 這個叫跨國投資 跨國投資我們來看這張喔 他說藐視國會罪 藐視國會罪這是最早的時候是歐洲商會 歐洲商會那時候出來的時候呢 我們本來想說他們是真的擔心還是說要有一些 歐洲商會一開始出來就說你們國會兩黨在惡鬥當中 不要把我們歐洲商會給扯下去 我們那時候還沒有知道說這事情的一個嚴重性 結果現在各位真的知道了我們說藐視國會罪 讓外資擔憂 目前的醫師團就曝啊 目前我們台灣最大的一個投資國叫荷蘭啊 已經有人在打退堂股了 荷蘭在台灣投資什麼呢 半導體艾斯摩爾這個大家知道 電子大家知道藥物大家知道 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們台灣因為缺電 我們目前未來有20%的一個能源要轉成所謂的綠電 也符合國際的一個規則 那目前我們大概轉換的規則大概是在6%到8%之間 可是南部很多人都有看到了 不管是所謂的風力發電 太陽能發電等等的都有了 現在呢很多他們就說藍白在立院推動國會職權法的修法當中引起了疑慮 目前荷蘭是台灣最大的一個投資國 因為政治不確定的一個因素 尤其是藐視國會的一個修法 讓他們感到擔憂 有些公司已經打退堂股了 為什麼會打退堂股 我們鏡頭往下壓壓到最下面來 因為有很多的商業機密 你都可以輕易的被洩漏到敵對的對手去 只要立法委員想要亂搞 我剛剛跟各位談的這都15 這個都是我們很多的好朋友們說 這種事情過去每次都發生 我就問一個最簡單的 問陳曹明就好了 如果之前的太平洋的一個所謂的股權的一個鬥爭當中 股權之爭 那當然後面這件事情告一段落了 如果那時候包括遠東集團跟太平洋集團 持續的一個惡鬥 如果那個時候有現在這條法律 我們那時候要辦那幾個立委 各位辦得下去嗎 辦不下去 但這次的一個擴權 大家不要以為說我們臺灣在鬧 現在據傳時代廣場的整個跑馬燈 已經被臺灣人包下來了 這件事情已經鬧到國際去了 但如果當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國際資金不敢進來臺灣 過去八年蔡英文做的最好的 就是讓整個資金回流 臺灣成為世界AI的一個中心 可是現在外國人的資金 只要不敢進來 這個就叫動搖國本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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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的 搖國本